台风接近也对这个交通造成了影响 高铁会在晚间八点宣布会被停驶 而像是台铁其实在今天下午四点之前 全线是正常行驶的 不过四点过后呢 包括了这个南回县还有台东县市都已经宣布停驶了 而船班的部分也都是取消 全台各地的这个森林游乐园区呢 也都是宣布修园 凤凰台风还没来 不过诡异路线让全台严加戒备 虽然目前还不到风大雨大状况 不过包括了太平山阿里山等森林游乐区都已经宣布修园 而在交通部分 目前铁路及船班都有些微的调整 台铁南回县新左营往台东下午四点十分之后停驶 台东发车则是四点零八分之后停驶 花莲往台东五点五十五分之后停驶 台东往花莲则是在晚间七点十四分之后停驶 阿里山森林铁路在21到22号之间也都已经全面停驶 而在船运交通方面包括琉球 绿岛 蓝宇 澎湖等V岛船班 20号也都是全面停航 在空中航班部分 力容航空及复兴航空在21号的国内线是全部取消的 而复兴航空的国际及两岸线则是维持正常起降 不过航空公司还是会依天气状况进行调整 建议旅客出发之前还是要注意航班资讯 就像李正田台北采访报道 我说真的要注意航空公司 军用镇与远回来自上的网友 调查封 他们现在只好